早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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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樣了 這次 剛才柳先生也有說 想跟他加一些體育運作 鼓勵 怎樣看這個想法 這個是一個好的想法 因為我們公園 既然是香港人喜歡的公園 還有我們有足夠的地方 其實我們都是在想未來的發展方向 其實這是一個很有用的方向 事實上公園在過去這一年 我們都嘗試跟體育元素有關的東西 譬如說軟足 或者瑜伽等等 我們都是有這個元素在裏面 希望將來我們可以在發展的新方向的時候 可以加入這個多元素 我想問一下 剛剛開始這個事件的合作發展 就是主題區這方面的進度是 還有大概這個認識 可能是出一些主題 具體是不想要請兩項一些 可能你不認識有你邀請的人 還是都會開放給所有的 調查公司聚集合的人 一起去申請 是 肯定是我們開放給所有有興趣合作的人 其實那個正式的程序 昨天已經是開始了 我們正式發出了一個預審的邀請 整個流程大約我們先行一個預審 預審之後我們下一階段就會進行這個招標 我們期望在年底或者下年年初 正式進行這個招標的工作 現在的發展策略就像我們先前向立法會 或者公眾交代一樣 下緣區就會希望成為一個餐飲娛樂消費區 是免費入場 而上緣區我們希望有兩個主要的主題 新的發展區 一個是健康為主題 一個是以這個adventure為主題的一個主題區 我們其實很開放的就是外面的合作夥伴 如果他有一些特別的意見或者idea 他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其實很歡迎 在這個預審的過程裡面 我們其實很歡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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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其實投放了不少資源 我也有說過想經過社會的責任 在燒標方面怎麼體驗 這個很重要的 你問得很對的 我們是因為公平追求 所以我們對社會是一個很獨特的責任 除了我們每一年 不論是長者或者很多有特別需要的人 可以免費入場之外 都是以幾十萬計的 我們在未來發展策略裡面都希望 發展主題裡面的建議 都會充分體現海洋公園的保育和教育方面的重視 所以在未來 即使夏園區 餐飲、娛樂、消費等等 我們都是希望 無論哪個合作者都好 都會將這些信息 在他們裡面的發展的概念裡面充分體驗 多謝你們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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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